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蒙古自治区原籍医疗队通话市支援长春大学医疗队完成任务的队员 4月21号返程 西安医疗队完成任务休整 长春医疗团队接管北湖方舱 两支队伍共同种甲友谊数 长春长安 长安长春 我们陕西和吉林是一家人 长春市南关区搭建流动售卖点 百姓购物可多选 挺好的 是对的 我们想把啥就有了 三姐妹形成战役女团 工作中互相鼓励共同混战 我们三位代表所有的女性朋友 感谢自己的父母 感谢自己的爱人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大家好 我是魏勇 我们来关注新闻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4月20号 0-24时 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5例 轻型93例 普通型1例 重症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61例 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929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1493例 昨日 长春市新调整四个区域 为低风险区 开展赴防码行动 推出一型码小程序 确保解封后居民平码外出 目前 全市确定两级保供企业 3067个 逐步放开县计 试计 省计通道 分区分类分时 推动高速客运 公交 地铁 轻轨 出租车运营 吉林市新调整八个区域 为低风险地区 全市中风险地区降为21个 区域内无高风险区 随着我省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更多的治愈患者陆续返回家中 那么 回家后又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发布会上 相关部门负责人 对阳性感染者治愈返家后 医务和日常用品要怎么处理 居家注意事项进行了解答 一 是出院以后 随身穿戴 携带的衣物和家中存放的衣物 床单 被罩 沙发套 电视罩等 凡是能够水洗的全部换下消毒后水洗 二 是不能够水洗的衣物等 要使用激安盐类消毒剂消毒 三 是家里的餐具 酒具 茶具 可以用清水煮沸15到30分钟消毒 有消毒碗柜的家庭 也可以放在消毒碗柜当中进行消毒 四 是电子类产品 比如手机 电脑 电视等 这些可以用75%的酒精 或者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五 是书籍 纸张 证件 要通过紫外线的照射消毒 然后再使用 六 是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白天全部保持开窗通风状态 或者至少要每天开窗通风两到三次 每次不少于30分钟 七 是家里要开展一次搬家式的大扫除 确保无卫生死角 营造干净 整洁 舒适的居家生活环境 最近几天有越来越多的新冠肺炎患者转因出院 对于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出院前方舱医护人员也会进行详细的叮嘱 19号下午 长城市会展中心方舱医院5号舱 又有71名患者达到出院标准 因为防疫的需要 这些人在出院前还要经过一定的消杀 这是消毒时机 咱要从头到脚到脚都要从上往下擦 包括头发和身上的医物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出院患者的全身上下都擦拭完毕 同时他的个人物品也消毒完毕 穿上了防护服 鞋套 戴上了帽子 手套和口罩 出院病人的外部防护基本就结束了 接下来等着社区来车 直接送回家 居家隔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成阴性 就可以逐渐地恢复正常生活了 其实在方舱内 每天除了出院患者 还有一部分患者需要转院治疗 这娘俩就是要转到其他医院 和出院患者不同的是 他们的隔离防护措施更加严密 除了常规的销杀外 全套的防护服也是必须要穿的 之后就是等待救护车 对他们进行转运了 据医护人员说 其实他们希望这些患者 都能够尽快地核酸转因 这样他们的努力工作才算有了意义 这样我们这次的抗疫工作 才能够全面胜利 随着新冠患者陆续出院 在长春北湖方舱支援的西安医疗队 也进入到休整阶段 接下来病区的新冠患者 将由长春医疗队接管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呢 是我们长春市的北湖奥体方舱医院 羽毛球馆 那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 以及第二附属医院的267名医护人员呢 也是带着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合层 是两厢的真情来到我们基林 那经过40多天的这个医疗救治工作 可以说他们是完成了使命 那接下来呢将进入到休整阶段 那么一共收治的病人呢 是934名病人 然后现在所有的病人都出院了 还有一部分少量的病人 40几个病人转到我们当地的房舱合舱了 所以整体病人救治呢是非常好 我们这个医务人员呢也状态很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医务人员 也没有出现医务人员的感染 就从街道这个撤离通知 我们也是就是一方面是机动 机动这个移情控制了 我们任务也完成了 也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也有难舍 难舍是我们和当地医疗队之间的感情 特别是中心医院这块 给我们的物资保障提供了大量支持 原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 看的是冰天雪地片 这两天已经是寸暖花开了 那在现场呢我也了解到 4月20号也就是昨天 我们长春北湖奥体方舱医院的 这个羽毛球馆 已经完成了病舱的工作 那接下来呢将由我们长春的医疗队 来完成接下来的医疗救治工作 截止到目前共收治患者3311人 通过医生的专业治疗 以及护士的精心护理 治愈出院患者呢是2848人 目前在院患者410人 西安医疗队呢和我们已经 并肩战斗了一个多月 他们呢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疲惫 他们发扬了不怕艰苦 连续作战的精神呢 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 我们也非常感动 交接工作的活动现场呢 为了延续闪及同心 共同抗疫的情谊 我们闪及医疗队所有的医护人员 在这里也种下了友谊树 也正是由你们的出心如盘 笃行致远的担当和坚守 为我们带来了抗击疫情 胜利的曙光 在这里对所有的医护人员们 说一声感谢 祝长春更美好 友谊长存 祭闪一家亲 友谊长存 陕集合力 守望相助 长春长安 长安长冲 我们陕集和吉林市一家人 内蒙古自治区支援吉林市的医疗队 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并在今天上午踏上了返程路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8点30分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市市纪广场 此时这里正在为内蒙古自治区原籍医疗队 举行欢送仪式 现场为他们赠送了紧急颁发证书 并且云端发放了集邮卡 感谢他们辛勤付出 无私奉献 此次内蒙古自治区原籍医疗队 从3月14号起分两批次680名队员 支援吉林市抗疫工作 今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吉林市的人民与我们的战友 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 这一段感情我们将永世难忘 看到他们康复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 你是感觉到好有信心 吉林加油 所有白衣战身人能充分发扬伟大的抗疫精神 在咱们工作岗外之后不怕苦不怕难 很多患者们已经约定好了 等到吉林的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一定要来再看一看玩一玩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九点钟 我们看到队员们在一生生不舍的道别中 陆续上车 车队出发 承蒙关照 急胜感激 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队员们 返程顺利 一路平安 返程回家的 还有通话室支援长春大学的31名医疗队员 来看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0点 我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长春大学 这里正在为通话室支援长春市医疗队的队员举行欢送仪式 稍后将有31名队员启程返回通话 此刻长大的师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队员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我是朱点在盛世之行 在盛世之行的领导呢 对我非常照顾 小到牙刷什么各个起居 都是为我们想的面面俱到 今天我们回家了 希望长春继续加油 和同事工作组之间也相互配合比较和谐 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 预祝咱们长春是一行早日过去 预祝吧 就是咱们接下来 剩下留守在这里的这个幼稚园 本地人 或者还有资料没走的 希望他们能尽快地战成疫情 早日回家 3月17号 通话市支援长春医疗队一行50人 抵达长春大学 按照工作要求 队员分布在27个隔离点 承担着长春大学5000多人的核酸采集 健康情况监测 环境消杀 医疗救治等工作 比如说我们的团队 上有50多岁的老同志 下有00后 90后的年轻同志 但他们都有一个性 共同抗议 每天我们长春大学采集核酸 人次达到上万人次 不单纯是我们完成长大的工作 而且呢 兼顾了咱们长春市其他各区的 一些的抗议工作 经过35天的熬战 我们基本完成了 长春大学交给我们的抗议应务 今天上午31名队员返回通话 仍有14名队员继续留在岗位上 完成收尾工作 预计将于28号整体撤离 好的我们再来说说物资保供 长春近月高新区通过三仓多点的保供模式 提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和配送效率 目前呢 共为10万个家庭解决了生活必需品的采购需求 近日 为了进一步加强居民基本生活保障 长春市静月高新技术开发区 通过三仓多点的保供模式 打通市民生活互资供应端与配送端的 供应保障链条和路径 引入保供企业 物流仓储 电商平台等社会力量 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和配送效率 三仓指的是静月一家供销云仓 农播员的政府保供云仓和企业保供云仓 多点呢 指的是我们全区的198个物流配送点 我们街道呢 有25个 一平台指的就是饿了门平台 居民只需要在平台上点单 然后商家接单以后呢 直接将物品送到我们的这个小区门口 这样呢 就大大缓解了我们网阁长在前期 人工统计居民需求的这样一个压力 节省了很多时间 4月11日 饿了么平台在长春市静月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10个社区进行首批团购测试 40分钟即成团724单 经过一天试跑 截至4月12号下午1点 共成交5700单 目前共为10万个家庭 解决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采购需求 同时平台的价格透明 所有社区统一价格 保障消费者的诚意 而且我们的库存私事更新 信息传递更及时和准确 平台完全是开放的 即使在外地的子女 也可以通过平台 为父母购买物资 缓解老人买菜太难的一个问题 最近几天长春市南关区流动售卖点 异常火爆 疫情期间可以为辖区内无一小区的居民 提供多样化生活物资的选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长春市南关区各个无一小区 每天都会有像我身后这样的移动售卖点 在小区内摆摊销售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长春市南关区湖东小区 那么今天所销售的商品呢 除了我们日常所食用的米面油之外 还增加了许多其他品类的商品 像比如说熟食 麻辣烫套餐 鲜肉 海鲜等商品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 像这样的移动售卖点 每天将会在长春市南关区30多无一小区 进行移动售卖 那里被肉了 挺好的 是不是在的 我们想买啥就有了 这个拆量非常功用 而且价钱非常合理 几乎这种家用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买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各取手续 我觉得特别好 记者了解到 长春市南关区各个无一小区流动售卖点 每天销售的商品并不相同 有像蔬菜 水果 肉类 调料包等这样的食品 也有像洗衣液 牙膏 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 而当天销售的品类 都是经过所在辖区的街道 社区 通过微信群在前一天向居民发布消息 了解大家的购买意向并统计之后 再由保工企业配货并运送至小区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满足老百姓的这些 除了蔬菜包以外的个性化的需求 每天到我们小区内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每天给它固定时间段 让老百姓分楼栋的分单元的下来进行采购 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小区的安全 记者从长春市南关区商务局了解到 流动售卖点从4月15号开始 在长春市三十余个无一小区运行 日销售额达到15万元左右 今天下午长春市召开了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发布会上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 长春市将推行一行马小程序 确保解封后居民凭马外出 按计划逐步恢复城市功能 对未安要求参加核酸检测人员 吉祥马赴黄马 对除公主柳市 榆树市 农安县 德惠十万元 长春市域内各城区开发区 2022年4月20日 至22日 未安要求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 吉祥马赴黄马 对无故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 吉祥马赴予黄马 对造成疫情传播风险的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正常参见人员 参加一轮核酸检测后 结果阴性者 黄马自行变为绿马 对于大数据筛查误判人员 可采取三种方式解码 一是被采用扫集相码方式 进行核酸检测的特殊讯讯 可由单位申请的方式 进行批量解码 二是登陆灵动长村微信小程序 黄马申诉板块 上传相关证据申请解码 三是向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反应 由驸马工作专席处理 在吉林市召开的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了解到 目前吉林市已经没有高风险地区 而且中风险地区也降到了21个 4月20号19时起 吉林市将8个区域 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目前吉林市中风险地区降为21个 区域内无高风险地区 同日 我是公司第8批74个无益小区 创建名单 目前全市共创建无益小区405个 无益乡村75个 无益村1323个 截止到4月20号 吉林市第二方舱医院 第三方舱医院已经实现清仓 目前吉林市还有四家方舱医院 正在运行中 从4月20号开始 吉林市金融系统重点是银行机构 有序开展复工复业 力证到4月底前 在符合疫情防控规定前提下 基本恢复正常营业 以办理对工业务为主 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 全市已有25家银行机构的 233个网点恢复营业 有2543名员工返岗工作 网点的服业率在25.4% 西东城区含开发区25个263人 副业银行网点全部实行闭环管理 疫情期间来自长春市 新龙山镇政府的不同科室的人员 组成了一支抗疫女团 奋战在一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她们的抗疫故事 看着女儿和妈妈发来的视频 长春市新龙山镇的王儒 心里无谓杂陈 疫情爆发后 她与身为司法警察的丈夫 都投入到抗疫工作中 王儒主要承担阳性病例转运工作 在这一住也就是40多天 而我呢也都是 各爱人我们两个 都在抗疫前线没有回家 然后孩子交给她父母 感谢自己的父母 感谢自己的爱人 马璇承担着疫情数据汇总和分析工作 这也是全镇数据调度的神经中枢 每天早上七点 她就坐在电脑旁 一坐就是一天 每天都要到后半夜两三点钟 才能休息 走之前我老公说 你事几天就回来了 她是没有想到 在这一个多月里 我们只吃过两次瓶 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两个结婚一周年 是在分别中度过的 但是我感觉舍小家 宝大家是我的责任 张若南是这只抗疫女团中年龄最小的 身为90后的她 承担着全镇密接转运 自测阳性病例的报送及转运工作 是全镇转运工作的支网大师 从上学到就业 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 现在我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 没有见过他们 也不敢跟他们视频 她想家的情绪愈发浓烈 在此期间 也迎来了我母亲的生日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 我没有陪伴在她身边 现在想对我母亲说一句 迟来的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工作中 三姐妹相互鼓励 共同为抗击疫情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吉林人抗击疫情的同时 也不忘同时被疫情 按下暂停键的上海 4月19号 省政府决定向上海捐赠 吉林大米1000吨 4月19号 省政府决定捐赠上海市 1000吨大米 支援上海市抗击新冠疫情 省发改委积极组织协调 省粮制局 中铁沈阳局集团 长春办事处 沟通对接上海市相关部门 协调省粮食局 克服疫情期间 人工不足等困难 组织各粮食加工企业 昼夜不停分装 全部换成5公斤小包装 未将大米尽快通过铁路 运送到上海 铁路部门开辟绿色通道 在转运装箱 车皮配挤 以及手续办理等方面 提供便利条件 首批600吨 将于4月21号发车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公众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 疫情动态信息 提高防范意识 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 有关要求 坚持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那我们在居家的时候 也要做好消毒工作 特别是外来物品 里里外外都需要进行消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再见 再见